王一博在巴黎被偶遇,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次的偶遇让人们震惊,他的名字立刻成了热门话题,他以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这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心和兴趣,他染了金色头发,改变了自己的形象,这一变化让粉丝们大吃一惊,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以黑发世人,金色头发给他的形象增添了一抹奢华和独特的光彩,也展现了他的时尚大胆。 王一博从2019年开始改变了自己的风格,自那时以来,他的着装和外貌都经历了显着的变化,这种变化表明了他对自身形象和风格的深刻思考,也让他在时尚圈中站稳了脚跟。 他经常戴着线帽,遮住了头发,这种戴帽子的习惯使他的金色头发成为他外貌的一部分,同时也为他增加了神秘感。 线帽成为了他的时尚标志之一,引发了众多模仿者。 粉丝们注意到他染发后的变化。 许多人纷纷表达了对他新形象的欣赏和喜爱,这也成为了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话题之一。 他的粉丝们一直是他的坚定支持者,无论他的形象如何改变,他们都紧随不屑。 王一博在巴黎时装周露出了金色头发。 他作为时尚周的亮点之一,受到了广泛的瞩目。 时装周是时尚界的盛会,而他的到来为整个活动增色不少。 许多时尚博主期待他的时装周表现。 时尚博主一直在关注着明星的着装和表现,他们对王一博在时装周上的表现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这也凸显了他在时尚圈中的影响力。 王一博在巴黎的街头被网友拍到。 这些街拍照片展现了他不加修饰的一面,也让人们看到了他的自然魅力。 这些照片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他的街拍不经过准备,显得自然。 与其他明星不同,他的街拍照片是真实而自然的,没有经过过多的策划和化妆,这让人们更容易亲近他。 金色头发让他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不论是在时装周还是在巴黎的街头,他的金发都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吸引了路人的目光。 王一博的穿搭包括Polar Skateco的上衣和香奈尔的鸭舌帽、眼镜、鞋履。 尽管简约,他的时尚效果卓越。 他展现了自己的时尚品位,不需要过多的繁琐装饰,依然能够吸引众人的目光。 粉丝和时尚博主都期待他在时装周的表现。 他的着装一直备受瞩目,因此他在时装周上的表现被众多粉丝和时尚博主期待着。 他已经成为了时尚界的一大亮点。 一些中国艺人在时尚活动中受到嘲笑。 然而,王一博以他的自信和独特性格摆脱了这种现象,成为了备受尊敬的时尚偶像。 他的成功也鼓舞了其他中国艺人,让他们更加自信地参与国际时尚领域。 王一博成为香奈尔品牌大使。 这一角色不仅让他成为了时尚圈的重要代言人,也引发了更多人对香奈尔品牌的兴趣。 他的到来为这一品牌带来了更多的关注。 他被期望能挽回内娱艺人的时尚地位。 随着中国内娱艺人在国际时尚舞台上的表现,王一博被寄予了挽回内娱艺人时尚地位的期望。 他的成功是一个积极的例子,激励着更多内娱明星勇敢尝试时尚领域。 巴黎时装周是一个繁忙的时尚事件。 尽管如此,王一博的随意穿搭却备受欢迎。 他的时尚不拘一格,与时装周的正式氛围形成鲜明对比,但却引发了更多讨论和喜爱。 他的素颜出街也吸引了关注。 不仅在时尚活动中,他的素颜外貌也备受粉丝和媒体关注。 他展现出自己的自然美,赢得了更多人的心。 他展现出巨星风范。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街头,他都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魅力,让人们认可他的巨星品质。 他在时尚领域备受尊敬。 王一博的出现为时尚界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风格和形象受到了广泛的尊敬。 他已经成为了时尚领域的一颗璀璨明星。 王一博的时尚之旅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趣和有价值的观察。 他的形象转变,特别是染发,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时尚的多样性,也展示了一个明星如何逐步塑造自己的独特风格。 从他的精密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重要的教训。 第一,勇于改变。 王一博敢于突破传统,勇敢地改变了自己的形象,这种勇气值得我们学习。 时尚是多元的,不断尝试新的风格和外貌可以让我们更富有创意。 第二,自信与独特性。 他的时尚之路不仅关乎外表,还反映了他自信和独特的性格。 无论是染发还是穿搭,他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这种自信和独特性是成功的关键。 第三,影响力和榜样。 王一博的成功在中国内渔界和时尚圈中都有重要的影响。 他成为了一位积极的榜样,激励着更多的人追求自己的时尚梦想,同时也引领了时尚界的潮流。 时尚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领域,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无论你是明星还是普通人。 勇敢尝试,保持自信,发掘自己的独特性格,这才是时尚真正的魅力所在。 无论你的外貌如何,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时尚偶像。 希望大家受到王一博的启发,敢于展现自己,探索时尚的广阔天地。 当王一博在巴黎的街头被发现时,整个时尚圈都陷入了热议。 他身着时尚潮男装,散发出帅气十足的魅力。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要数他的金发造型,他成为了众多网友和时尚爱好者讨论的话题。 这一亮眼的形象引起了广泛关注,因为王一博的金发不仅凸显了他的勇于尝试新风格,还彰显了他对于个性化时尚的敏感嗅觉。 王一博的穿搭风格充满了随性与自信,这也是他引领时尚潮流的原因之一。 他戴着鸭舌帽,戴墨镜,穿着休闲时尚的装扮,不仅吸引了路人的目光,更让人流连忘返。 他的金发与肤色相得益彰,为他增添了一份前卫和时尚感,这使得他成为媒体和时尚界的瞩目焦点。 在社交媒体上,网友们被他的气质吸引。 无论是在拍照中还是在走在街头,王一博都散发出一种独特的吸引力。 他的脸部轮廓分明,身材和比例都堪称完美,这让他成为娱乐圈中独树一致的存在。 他的金发造型引发了很多人的惊喜,而他在时尚圈的出现也引起了轰动。 值得注意的是,王一博的造型和形象也让人回想起他早期的出道形象,但与此同时,他的气场和魅力不断增强,展现出他在成长和发展中的多面性。 他的街拍作品甚至让人重新定义了街拍的概念。 真正的街拍应该是轻松、自然、不做作的,而王一博以偶遇和抓拍的方式展现了真正的街拍风格,这使得他在时尚界的地位愈发巩固。 总的来说,王一博以自己的独特方式重新定义了街拍和时尚的概念。 他不仅展现了中国风貌在国际时尚舞台上的出色表现,也向世界展示了他的时尚品位和多才多艺。 他的金发造型令人流连忘返,而他的形象和魅力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使他成为时尚界的亮点和灵感之源。 从王一博的时尚之旅中,我们可以看到成功背后的努力和不懈追求。 他不仅在自身形象上进行不断的改进,还通过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了街拍的概念,向人们展示了真正的街拍应该是轻松、自然、不做作的。 这一点值得年轻一代的时尚爱好者借鉴,告诫他们要保持真实,不要刻意模仿,而是勇于展现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最后,王一博的成功也告诉我们,时尚是一门充满创造性和多样性的艺术。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时尚偶像,只要敢于表达,敢于突破传统,勇于展现自己的风采。 无论你走在哪里,都要记住王一博的时尚哲学,勇敢地散发自己的独特魅力,因为你的个性正是你最大的时尚主。 还有你,希望能 Politics大家尚用选民观看筆 saying, 写你从来到你们来自身的海浮区的风采。 您应该说,想我紧的 Itupia,和此人们在写面的视频中,